其實福壽羅是長期危害水稻等等 作物的元凶 不過最近卻有廠商鼓勵農民來養殖 這也引起了農政單位的高度注意 因為農政單位長期下來 投入了不少的金錢還有心力 就是要消滅福壽羅 不過現在沒想到 卻有廠商到處跟農民簽約 事前也沒有經過評估跟規劃 對生態會造成什麼樣的影響 很難掌握 農民撿起水稻田裡的福壽羅 數量多到難以計算 福壽羅會蠶食水稻等農作物 農民常為了減少福壽羅數量 會使用農物藥劑來防治 但這樣的效果其實也很有限 被農民視為農作物殺手的福壽羅 最近卻有生機業者鼓勵農民養殖 並以一公斤一百七十塊來收購福壽羅卵 要提煉出蝦紅樹做美農保健品 也僅由養殖業者跟廠商簽約三年提供收購 養殖業者表示 目前養殖出來的福壽羅有些提供生技廠商收購 有些當作養殖大雜蟹食物 來源大作是田間河水溝抓來 放在獨立空間養殖 並不會對農作物造成影響 也會減少田間的福壽羅數量 但於縣府農業處還是相當優心 福壽羅養在他的中科園區 或者是養在他南科園區 養在他的房間裡面 我想密閉空間 我們絕對是贊成 但是你一旦移到農地來養的時候 你沒有辦法百分之百確保 說他不會隨著水 不會隨著颱風 不會隨著豪雨這樣流出去 那一旦流出去 那這樣的一個農業生態浩劫 就會又再次的重現 農業處表示 這幾十年來為了避免農作物 遭受福壽羅危害 每年投入大量資金 進行藥物防治 現在卻因為廠商認為福壽羅 可以開發生技產品 要和農民合作大量養殖 但如果沒有多加評估 會造成什麼樣的危害 恐怕難以控制 記者王文雄雄雲林報導